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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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忘半生我方知这样寒冷 何为爱无非妻 丰富雨淡 流着血 红着眼 就算多 转几个关 昨天 还走 省宿醉未曬 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 軟而呼喊 痛哭拉奜可是对 為何燒到猛火裡 我都不介意伴隨 還我知道這生醒了又再醉 聞昌天有幾多快活兒女 我這麼傷害你 你不恨我嗎 你這樣對我 我不會感激你呢 你不會得到回報的 你這樣連性命也不要 就以為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知道嗎 知不知道這麼做 安靜 安靜你出來 皇上後天才回城 為什麼打扮成這樣 你知道皇上後天才回來嗎 你知道孫白羊的命 就可以留到後天嗎 你可以因為我沒上你當去救孫大人 而說我是一個天良敏烈的蛇仙女 但是讓孫大人無故受牽連的人 是你 欠他不義的人也是你 忘恩負義的人也是你 他現在的死予 你能怪其他人嗎 但是最後逼我走上這條路的人是你 逼我要他性命的人也是你呀 你以為我真的想犧牲孫白羊嗎 我要不是為了引你入獲 他現在還可以安然無恙地當御醫 你痛痛快快地單位關哪 你殺了孫大人 為了你 值得嗎 我當然是不知道 但是你懷貴人要報仇了 孫大人不連累也連累的 你現在才為他討公道 有點忘過耗子了吧 我的事不用你管 總而言之我告訴你 這次如果孫白羊真的要賠上性命的話 我敢擔保你安貴人也一定不有好日子貨 奴婢向淳貴人請安 淳貴人 您為了更衣啊 昨天晚上沒睡覺啊 替我再梳一梳妝 跟著準備點糕點 今天請安之後 我想去協方店看看福貴人 主子你打算去看福貴人啊 今天奴婢天沒亮 就照主子吩咐把藥材送去協方店 但是她那時候正打算出門哦 姐姐這麼早去哪兒了 她好像說去楚丘宮請安 福雅 是奈蘭福雅福貴人啊 娘娘 你就是前幾年因為心悸病 而前往協方店養病的那位 承蒙娘娘記卦 福雅實在無以為報 再祝願娘娘萬福 祝願娘娘安康 行了行了 本宮記得你有病在身 早已免去每天貴安之禮 你平常身居檢出 今天難得前來 有要事嗎 娘娘盛名 福雅特地來向娘娘請罪的 請罪 請什麼罪啊 娘娘要欺拿與孫大人私會的人 正是福雅 一切全只因福雅貪財之過 向私下託付孫大人便賣宮裡之物 以圖謀寺 所以才會由秘密約會於倡音閣一事 是你 是你 福雅具具屬實 並無虚言 如果事情真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孫白羊不肯招惹 可能孫大人可憐福雅病患 所以沒把福雅之名攻出來 困障 在宮裡的女眷 有膽量跟孫白羊私會偷婚 地位絕非尋常 本宮要捉拿的正是這位有狼子野心的敗類 為免此女子日後黨羽作大 對後宮圖謀不軌 而你只不過是一個備受冷落的貴人 你應該明白 本宮要捉拿的人絕非是你 你如果再讓此案結外生枝 本宮對你不客氣 二淳向皇后娘娘請安 娘娘吉祥 行了 福雅 本宮就當你今天體弱病重 是在胡言亂語 如果再犯 必定重罰 下不為例 歸安吧 姐姐你太傻了 這件事根本就與你無關 一直以來 你不是對後宮裡的明爭暗鬥 感到厭倦了嗎 躲開那麼久 何苦又要自投羅王 差點還深陷淋雨 能夠把孫大人救出險境 我置身淋雨 和長驅邪方殿 這只不過是換個名稱 有什麼分別呢 這麼多年來 如果沒有得到孫大人的照料 我看 不用等我這個新疾病 我早已經難以抵受 孤寂的侵蝕 更無緣 跟妹妹你成為密友 就因為這樣 雖用自己的命 來還恩戏意 我只不過 不想一個好人沒好報 不錯 孫大人的的確確是個君子 但是他落得如斯田地 你怎麼知道 他不是咎由自取 心之所願呢 是不是他的所願 是他的選擇 我要救他 是我的選擇 我們不必計較這些 對嗎 什麼人進宮不等通傳 是我 是淳貴人 今天來是想跟你談一筆交易 進來再說 不用了 只是寥寥數據很快就說完了 如果你想我出面 救孫大人的話 那你還是不要說了 孫大人是要救 不過不用勞煩你 他的事我自會解決 你不用問我為什麼 你只要知道過了今天之後 你將會少一個對手 那就夠了 你究竟要我做些什麼 也是救一個人 不過不是孫白陽 是徐公公 死我並不怕 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後 徐公公他無所依報 也許你應該很清楚 我跟公公的關係 是非比尋常 所以如果他日公公有什麼事的話 我只希望你為我替他在皇上面前美顏寄居 一定保住他的老命 那就夠了 那如果我不答應呢 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你會拒絕 是你想不到嗎 不代表沒其他理由 你不答應 因為我覺得沒這個需要 怎麼說孫大人也跟你相交一場 你為什麼要見死不救呢 我不是見死不救 應該是說在宮裡 要救孫白陽的人不止你跟我 你不會傻地以為玉瑩會出來頂罪吧 也許你不相信 甚至連我自己 曾幾何時也半信半疑 但是我想告訴你一個事實 玉瑩已經不知不覺地 對孫白陽動了真情 以前的她可能會坐視不理 但是今天的她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所以只要你今天 留在城前宮安兵不動 玉瑩看你不出去救她欣賞人 她自然會按捺不住 不會 玉瑩的為人 不會為了自己喜歡的人 而向皇后自首 白白地把她的前途往送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經歷過情深動農的一刻 總而言之 我們不如賭一次吧 看看今天誰能忍得住不出手 只要能熬過今天 那個就是贏家 但是如果你輸了的話 你剛才的建議 我再考了也不遲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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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人 天堆 寶寶 你寶寶 你還是閉上眼睛歇一會兒吧 天就快亮了 天就快亮了 今天不會有人睡得著 今天不會有人睡得著 過了今天之後 大家都会明白 只会有人输 而根本不会有任何人赢 怎么 舍不得我这个酒肉朋友 认识这么久 我一直不知道你跟我的交情 到底属于什么 如今由你亲口承认 也总算有个交代 不算太晚吧 只怕你走得太早了 想不到当日劝我离开宫那个人 如今竟然比我还要早离开 我宁愿你这句话是讽刺之言 我也希望是 孙大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对不起 你这当孙家从来没这个不孝子 你这么这个女人会领你的情吗 为君子者凡事只要问心无愧 又何必计较多 孙大人 很感激你来送行 下官告辞 你不用再去楚秀宫面生了 你不用再去楚秀宫面生了 孙大人的意思是 今天一早 已经有人去楚秀宫 向皇后自首认罪 认什么罪啊 他向皇后承认罪 他向皇后承认为了跟你拿禁药 他向我私下相约 并无别情 纯贵人吉祥 二臣向皇后娘娘请安 罪臣自知教子无方 望皇后降罪 华贵人只不过是说 约了孙大人拿崔秦计 一邱与皇上见面的时候 徒天欢愉 罪虽然是有 但是跟私会脱欢相比 至少可以保得住他的人头啊 内情是不是这样 微臣一定会向劝儿问个明白 凭你这个爹 如果有本事 问到本宫要问的话 就不用闹到现在不三不四 惹人笑话的结局了 臣该死 现在皇上不想再为这些 鸡毛蒜皮的事而烦恼 而本宫已经决定 罚华贵人驻守在城前公司过 孙白杨虽然寿命于主子行事 但也有违公规 先免去复院叛致志 留守家中等候圣旨发落 这次这件事虽然是叫有结果 本宫战士也不想后宫再生是非 不过本宫奉劝大人一句 好好看着你的儿子 本宫念在大人相助多年 法外开恩 也要有个限度 听小林子拉拢之后 每天五十前后 娘娘都有机会去见小哥哥 为了本宫的事真是有劳大人 对了 孙大人被传与宫里女眷有私情那件事 现在也有个了结了 你们在医药房那边 有没有听说孙大人近况怎么样 孙大人无辜备受牵连 本来 本来以为性命不保还连累家人 但幸亏到最后终于水落石出 听说暂时隔去父院判一职 暂待家中 宫里斗争祸及无辜 是见怪不怪的事 能够保住性命 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幸亏始作俑者尚有良心 最后也肯承担一些 始作俑者不一定就是表面看见那个 娘娘的意思是另有其人 照本宫来看 这个人大有可能是安倩 安倩啊 看看本宫的画像究竟画得神不神似 安倩不识说话不敢大胆评论 不是很难的 看看画里的我 是样貌蠢顿啊还是目光月立 就知道画得像不像 微臣该死 我们有我们的说话 父子你继续画吧 微臣遵命 安倩实在不识画意 不会辨别人 那人呢 例如本宫在你心目中 究竟是什么人呢 皇后娘娘您母仪天下 当然是天人了 这个道理 安倩实刻记在心里 那本宫说的话 你又记下了多少呢 我曾经说过 在本宫坐下 不想妃嫔中只有一把声音 更不想在后宫里 只有一人独大 所以这次孙白杨一案 欲言只是小成大戒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望皇后娘娘明示 我不想看见有人愚人得利 在这儿独领风骚 本宫说的话 只是最后说这一次 你要记得呢 那就尽管记着吧 谢皇后娘娘教诲 皇后既然能说出这一番话 就是说她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已经心里有数 我们以后的一举一动 就要加倍留神 留神也好 不留神也好 反正我在皇后心目中 早就不是什么好人了 到了现在 你还为这件事熬悔 在后宫里边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 敢问什么人 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好人 至少玉莹这次是 虽然我早就猜出 她对孙大人有爱于心 但说实话 我跟本门时常把握 知道她会救人而起前途 而这次 玉莹的的确确令我出乎意料之外 虚伪诚信的玉莹 尚且还有这份真心真意 而我 就算赢了这场仗 也只会更被比下去 这场仗 货你已经闯出来了 人现在没事 你心里边究竟在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继续留在悬崖边 到了真正要摔下去了 你才肯罢休啊 你心里边究竟还有没有这个家 爹 相公他自有打算的 或者等他见一见这个客人 一切就能想得通呢 我想不到 就是浩雪请你来 你娘子一番苦心 并不介意相辅 跟大人从前的关系 只是想有人能够开解大人 开解 我还有什么需要开解的 大人的心有没有事 只有问大人自己才最清楚 自从大人的手受伤 因为心神焦虑的影响 一直没有好转 相辅就知道 大人的心 一直记挂着一个 不应该记挂的人 玉淫主子 也从那时候开始 大人不去燕弘阁 躲在家里 但是最终还是骗不了自己 走进这个深渊里 为了玉淫主子 你可以甘心放弃一切 连命都不要 可见他在你心目中 有多重要 我不是不珍惜自己 但是当时 我真的没法选择 没出路 要我自保而把他攻出来 我办不到 既然大人为了爱惜别人 而不爱惜自己 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就应该清楚明白 再这么下去 对皇上身边一个女人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他好 应该对他死性 而且 在这个家 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 有时候回头路 并不是那么难走的 这儿是忠 才是我应该留下的地方 有我应该关心的人 我 大人 你还放不下 我很想再见他一面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要见他 照相符的估计 大人自己也不一定清楚明白 为什么想再见他一次 那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不过有的时候想见一个人 并不需要任何原因 大人 只要清楚知道 到底自己是想再见他一次 或者是最后一次 幽阴一定会出面 承担所有的责任 不会让大人蒙冤受蛆 明天一早 我就会向皇后禀告一切 还大来个清白 这盘糕点 一定是下官最难忘的一盘糕点 不要 快 看醒来 快 我把你 dropdown回头 快 看开我 快 看醒来 二十二 二十二 一天 走 走 走 快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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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既然孙大人她没事了 妹妹你也应该放心了 如果我比华贵人早一步 向皇后自首 可能我会更放心 让你早一步又怎么样 孙大人 也只不过是对你感激 而不会钟情于你 因为在他心目中 只有华贵人一个 我想比华贵人早一步 向皇后自首 我自己也不敢奢望 能得到什么 因为我知道 只有我去自首 我们三个人才会舒服点 孙大人他 不会因为华贵人 失宠的事而忧心 而华贵人 不会因为这件事 要在权威跟爱情之间 做抉择 轮落到今天这个田地 而我 就要看到孙大人活得开心 就已经很满足 其他事也不需要计较了 能够做到 只求付出 不问收获 你对孙大人这份情意 我相信 他日他一定会知道 你的线缠着我的线了 让我来 要懂得放手 未尝不是件好事 不计辩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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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这个意思 谁有此理 还说没这个意思 你知不知道让他们俩相认 后果有多严弱 你不要因为你的妇人之人 影响我的苦心经营 你担当得起吗 你 老爷 他们两人在宫里相遇 我根本阻止不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们不知道对方 是自己的亲姐妹 只是当他们在宫里的朋友 孙白杨 孙大人 曾经从中帮忙 隐瞒他们的身份 孙白杨 这件事跟他有关吗 因为孙大人 也分别认识他们姐妹俩 当他知道他们的身份之后 曾经来找我查证 不过孙大人他也明白 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亲姐妹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连外人都这么容易知道 就算他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难保他日他们不会不知道啊 如果让他们相认 知道我当初这样 拆散他们姐妹俩 你说让儿淳啊 他怎么死于大地的喂我半吃 老爷 到现在一切都相安无事 或者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呢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为了要他们两人不相认 那只有一个永远不见了 可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不必自责 因为你是南方人 所以你才没有注意 其实要怪 就怪本宫自己疏忽 看见遍地积雪 银白耀眼 已经忘记要回避一下 放心吧 本宫休息一会儿 眼睛就会没事了 娘娘 奴才经常到医药房办事 曾经听他们说过 所谓的血盲症 其实可大可小 不如让奴才向皇上请旨 让御医来替娘娘诊证 以保万全 真的不用担心 本宫眼睛看得见东西 娘娘请茶 娘娘小心烫了 娘娘 您的眼睛 本宫眼睛没事 不用传御医 但是娘娘 你不必再说 本宫现在很累 你可以请回 刚才跟皇上受力的时候 皇上的剑快而有力 但是却失去了王日的准确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烦扰着皇上呢 朝中的确有很多事 让朕烦恼 但是再烦 朕也有信心把他们解决 但是现在后宫里的是非 每每使得朕无所适从 不知皇上所指的 是不是日前在畅音阁的事呢 请说奴才多嘴 其实孙大人 对皇上一直忠心耿耿 至于他被捕的事 奴才认为 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 孙大人对皇上 绝无欺君之意 朕也很明白 孙大人的为人 我相信 他不会对朕不忠 全都怪朕 一时冲动 封了安倩为贵人 才挑起宫里 非凭有争宠之心 御云他托孙大人 偷运崔情药 也只不过是想讨好朕嘛 如果要怪 那只能怪朕 一时喜心望旧所致 那喜心 那是人之常情 至于望旧 皇上身负设计 心神操劳 后宫的人理应明白 而不应该去计较 加重皇上的负担 朕对他们用过情 怎么会不念旧啊 只不过这些事情 很难以平衡 照皇上所说 皇上应该还没忘记 如飞娘娘吧 如月 郑也很久没见过如月了 对了 为什么你会突然提起她呢 请说奴才多嘴 奴才也是听闻 如飞娘娘最近 好像患了血盲症 而导致视野模糊 怎么这件事 没人告诉朕呢 镜子上全是尘 快点过来擦干净 是 娘娘 怎么今天的法技 输得一高一低啊 奴婢该死 奴婢再替娘娘输一次 不用了 算了算了 反正今天也没有什么 特别地方去 别管了 娘娘 娘娘双眼微红 可能真的灼伤了 不如托孔大人去请旨 穿玉衣来诊治好吗 本宫眼睛有没有事 本宫心中有数 娘娘吉祥 又什么事啊 启禀娘娘 皇后娘娘来了 现在在正殿等候呢 皇后吉祥 皇后娘娘吉祥 免了 谢皇后娘娘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永寿宫也很久没这么热闹 今天可以请皇后娘娘到来 这也是妹妹你有本事啊 皇上一听说妹妹有眼疾 就立刻叫孙大人来医治了 本来皇上 本来皇上也很想亲自来的 但知道本宫要顺道来跟妹妹一句 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妹妹很久没见皇上 你不介意吧 谁要来有分别吗 这倒是 反正妹妹你说自己换了眼疾 就算什么人来了 你也看不清楚了 皇后请放心 如月向来看人看事 全是用心看 要不是这样 如月今天怎么能有机会坐在这儿 跟娘娘您闲话家常 好 难得很久没见 妹妹还有这份气度 不过本宫真的很希望看见 如果再过上一年两年 妹妹还可不可以这么说话呢 反正本宫今天也要陪同皇上用膳 孙大人 是 你就尽管替如飞看看 她换了什么眼疾 那本宫可以跟皇上也好有个交代 是 娘娘 不必了 如月双眼只是小意思 不需要劳烦皇后坐下的怨判大人 其实有事没事并不重要 不过既然大家来了 妹妹你就演戏演到底了 如月才说 向来只是喜欢听戏 论演戏 恐怕不及他人 妹妹双目是否有事 本宫看不出来 不过一张利嘴倒是有胜从前 算了 既然如飞不需要孙大人看呢 就别看了 是 不管你真虾还是假虾 反正你最终也注定了 在这个永寿宫里 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 起驾 皇后娘娘摆驾回楚秀宫 娘娘 娘娘喜怒 给本宫准备手套倒吧 娘娘想去哪儿啊 去阿哥所 娘娘如果要看小格格呢 不如等孔大人来了再说吧 本宫要做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奴才多嘴啊 那是娘娘你的眼睛 本宫在宫里生活这么多年 连去阿哥所的路都不认识 行 行啊 娘娘 怎么样 要不你先坐下 我去拿点药膏 替你擦 来 来 其实你想帮如飞娘娘娘娘 大可以先跟我说一声 这样反而更好办事 如今惊动皇上 皇上下旨 皇后娘娘不可能不知道 这也就像今天这种局面 弄得到头来 老夫想听如飞娘娘仔细地看看 眼睛也不行 这全怪我不好 要不是我的话 就不会连累了娘娘 那你也不必太自责 皇后娘娘 她不过是想借题发挥 找一个人来宣泄下脾气吗 老婆反而担心 担心如飞娘娘的眼睛 真的这么严重吗 双眼受雪地强光所拙 本来及时用药 治愈倒并非难事 但是如今如飞娘娘 因为皇后娘娘一番严子 而拒绝老夫医治 这么下去 脚病变大病 到时候难免会祸言中山 孔大人 孔大人 东梅 什么事 娘娘刚才发脾气 她说要自己去阿哥所 现在找不着她了 什么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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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不是恐怖啊 也许在你心里 跟其他人一样 认为本宫现在这种情况 正好是得人同情 也正好是一个机会 可以让人可怜施舍 所以你才认为 通知皇上是个奴才 奴才只不过是想帮娘娘 本宫向来就不需要别人同情 也不需要别人帮忙 如果你想帮呢 还是找个值得帮的人去帮 是帮也好 是赎罪也好 其实有件事 奴才一直瞒着娘娘 就是当日 娘娘让人谣传 私会道士那件事 背后除了宝禅偷窃之外 其实还有我兄弟陈爽 他也有份 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 当日我为了保住 我兄弟陈爽的命 所以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却连累娘娘你让人冤枉 孔武觉得很内疚 其实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向你坦白 并不是因为我叛你责怪 虽然如今本宫失去圣宠 但是如果这件事要责怪起来 你也一样人头不保 奴才怕只怕 娘娘不肯让我帮你 我更不希望 娘娘以为我将功赎罪才来帮你 我曾经问我自己 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情 我相信我孔武 也一样很乐意帮娘娘你见小哥哥 因为我认为要帮一个人 是应该真心真意 而不是将功赎罪 我也更不希望 娘娘以为人世间只有功利这两个字 至于将来的日子 奴才并不知道 娘娘还会不会接受奴才的一番好意 但是奴才认为 娘娘应该忍辱负重 尽快把双眼治好 本宫有点累 到永兽宫再说 是 娘娘 这个暖炉不是应该在娘娘房里吗 娘娘今天不小心 差点让这暖炉烫伤了 奴婢已经为娘娘加了被褥 让娘娘可以保暖 而这暖炉只好先放在外面了 娘娘怎么样了 娘娘她很累 睡着了 你记着 明天孙大人会来为她诊证 你记着早点起来 伺候她起床 但是今天发生这种事 我怕娘娘她不肯让御医请慢 你放心吧 娘娘答应了我 会乖乖地让御医看她眼睛的 这里有些银子 你记着要多留神 好好照顾娘娘 要有什么事呢 你再来找我 奴婢明白了 孔大人 嗯 小心啊 请贵人主子在这儿等奴才一会儿 是 孔大人 请恕奴才无礼 但是迫不得已 请大为照顾安贵人 快去快回 是 快点快点 安贵人 请不要误会 下官职责所在 对一个后宫的红人 就算当普通朋友 下官也担当不起 我从来也没有妄想 你还会当我是朋友 我也没有妄想过 你会明白我 我当然明白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安贵人是个聪明人 孙大人无缘无故 让人诬告与宫里女眷有恋情 直到最后 有华贵人 纯贵人为她求情 此消彼长之下 谁能够得意显而易见 这件事 不是你们外奸人能明白的 那你敢不敢回答一句 这件事里边 你从来没有谋算吗 就像安贵人曾经说的 宫里边的路个人不同 所以安贵人 还是比较适合坐在轿子里 开开心心地让人抬上路 安贵人 开心心意 这双枣 行屉 启 Soviets 你 奶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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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中你我 你一息間錯亡 終因結果 然後萬劫不復 明明滅滅目光交錯 苦海點慢風 是你閃身路過 經歐人著墓 為你犧牲已注定 此心驗絕症 詳盡你的披想要我命 連累我眼睛 掛念有聲 輪迴再生生死死感情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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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